早餐下午茶,你會吃什麼呢? 我會選擇吃麵包,但是我喜歡自己做 因為可以選擇不同的材料 高筋麵粉兩杯 鹽一茶匙 糖一湯匙 現在記得開字幕機和訂閱我 分享香港的美食 我選擇了雞叉 在麵包桶裡塗一層油 方便脫模 加入水110毫升 牛奶70毫升 融化的牛油20毫升 然後加入以過篩的高筋麵粉 酵母一茶匙 麵包機裡有很多功能 我選擇了最基本的八號 基本擦麵包 每一部機的性能都不同 你要看自己的說明書 擦麵的時間要一揉三十分鐘 都挺長的 那我現在做什麼呢 我就準備其他的餡料 今次我做港式腸仔包 吞拿魚包 腸仔粟米包 和提子果仁包 咦,時間到了 我打開來看 嘩,包的表面非常乾 已經烤發了一段時間 在這裏面 灑上一些麵粉 然後把一個 已經搓好的麵團拿出來 基本的麵團已經搓好了 我要幫它鬆弛一下 它更加油弹性,即是放下气 刮板分成了一大四小 保鲜纸又要弄它十几二十分钟 咦,根性又挺好 面团搓成长方形 我会做一个果仁提纸包 我准备加入提纸和果仁 把面包放在面包面上 一路卷一路拉 它就会有些筋的,会反弹 所以大家就快点小小心 好,慢慢按一下,将气排出来 去到尾部的时候,就要收尾 我拿出一个面团 准备做一个港式的肠仔包 它的拉筋性非常好 我又要排一下气,然后搓到它长条形 我拿一条肠仔出来 开始卷了 一路卷就一路拉 它会有些拉力 卷到尾部 我的头部突突出一部分 然后呢,是会做几个圆形的包 都是一样地摺它,要排气 把小肠仔放进去 把小肠仔放进去 好了,我准备就收口了 那你一路拉的时候 它就像酱筋那样 又会弹回头的 那我加入一个粟米 之后呢,就把它卷了 卷了,其实呢 应该说是收口了 那收口的底部呢 就朝向下面 我准备做另外一款 就是吞拿鱼包 馅料不要太多水分 会导致面团过软 和很难收口 然后呢,就把它收取 接着呢,就收口呢 就朝底部 我们轻轻力呢 就把它 laton 盖上保鲜纸或湿布 最后发酵 通常需要1-2小时 有一个蒸焗炉大约半小时就可以 发酵至2倍大的面团 我们扫上蛋液 放入预热的焗炉190度 大约焗15分钟 出炉啦出炉啦 有面包吃 哎呀心多多 不知选哪款好呢 有面包的焗炉